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师达中学的田田田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梁启超先生的敬业与乐业 这篇文章是98年前,梁启超先生对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所做的一次演讲 他在这篇演讲中对学生进行了职业道德启蒙教育 有很强的针对性,虽时隔久远,但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敬业与乐业去聆听那穿越世纪的教会吧 课前同学们都已经完成了预习作业 通读全文找一找每段的中心句 并分析这些句子之间的关系 分析思考,统领全文的中心句是哪句话呢? 那老师相信同学们一定圈化出了这些句子 比如第一段的但我确信 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第二段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 第六段的第一要敬业 第八段的第二要乐业和PPT上其他的语句 抓住这些段落首尾的中心句 加以概括 可以看出作者在二到五自然段 首先谈论了有业之必要 然后在六到七自然段 谈论了要敬业 从什么是敬 为什么敬 怎样做到敬 这三方面 对要敬业展开论述 在第八段 从批驳做工好苦啊 繁殖业都是有趣味的 两个方面谈论了要乐业 在文章的最后 作者言简一概的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 责任心和乐趣 有业是前提 敬业是基础 乐业是最高境界 三者环环相扣 全文都围绕 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 是人类生活的博尔法门这句话展开论述 所以这句话就是本文的中心句 同学们 议论性文章中像这句话一样 全文都围绕其展开论述的句子 就是文章的观点 也就是中心论点 围绕中心论点 用来证明或补充中心论点的观点 是文章的分论点 有业之必要 要敬业 要乐业 就是本文的三个分论点 再看文章的题目 敬业与乐业 这是个并列短语 只显示了作者谈论的话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章的论题 并没有阐明作者的态度 梁启超的著作编为《引兵士合集》 他特别善意写作某某与某某的议论性文章 比如最苦与最乐 做官与谋生 实业与虚业等等 但某某与某某的这样的题目 只显示了文章的论题 不像这句话中的 我确信一样 它就明显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小结一下 议论性文章中观点的特点 以及如何确定观点 观点就是作者对所阐述的问题 提出的见解、主张和态度 往往是意思明确的表判断的陈述句 常伴有借助表述观点的标志性语言 如我确信、我认为是、要等等 从全文着眼 借助第一、第二、首先、其次 等表明文章层次的关键词 把握各段内容、理清断尖关系 梳理文章的论证思路 从而确定文章的观点 关注观点常出现的位置 标题、开头、结尾等 刚才我们通过活动一 明确了本文的观点和论证思路 对文章整体上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现在我们来看文章用了什么材料 规劝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 要有业、敬业、乐业呢? 聪明的你一定注意到了 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名人名言 并且大都是文言语句 我替大家数了数啊 作者一共引用了十句 同学们 这是不是太多了 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出读感受 梁先生好啰嗦啊 那我们尝试用下面的表格 给文章引用的名言归类 并分析其使用特点 从而思考梁先生 使用这么多名言警句的原因 同学们可以暂停视频 完成表格 好 我们选择这几句话来具体分析 主一无事便是敬 意思是主一无事 专一无杂念 出自朱熹的论语极著 告诉我们 什么是敬业 虽天地之大 万物之多 而唯无调义之之 语出庄子 一位驼背老人 举肝沾蝉从不失手 孔子问他 有什么诀窍 他说 天地虽大 万物虽多 他的注意力 只集中在禅意上 这句话告诉我们 用心专一 就可以达成目标 论述的是怎样 才能做到敬业 曾文正的 坐这山 望那山 一事无成 从反面告诉我们 不敬业的危害 以为用心专一 就能集中精神的 用智不分 乃宁于神 出自于庄子 素其位而行 不怨乎其外 以为在现在所处的位置上 做好分内的事 不祈求本分外的事 出自理计 这两句话 位于敬业主义 与人生最为必要 又与人生最为有利之后 进一步强调了 进一步强调了敬业的重要性 这五句话都和要敬业这一观点相关 通过分析 我们会发现 这些名言 有的在对观点进行阐释 有的在论述观点的价值和意义 是在证明观点 有的是在对观点进行强调 并且这些名言角度不一 有从正面论述的 有从反面分析的 而且这些名言的流派很多元化 有儒家的 有道家的 在论述有业之必要时 还引用了佛家的 一日不做事 一日不吃饭 同学们 分析到这里 你还认为梁先生啰嗦吗 一定不会了 是不是 先生虽然多处引用名言 但是这些引用都和他的观点扣合 并不是在吊书带卖弄才学 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因为学富武车 所以引经据典 信手拈来 再者 作者的这篇文章 是1922年 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演讲 是面对一群做职业准备的大学生的演讲 他们也有很深厚的学识储备 并且作者在引用名言后 又常用通俗的话进行解释 力求化身为浅 如在第三自然段 引用孔子的两句话后 作者又用浅显的语言做了讲解 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 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会 独独对于这两种人 便摇头叹气说道 难难 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 唯有无业游民 随大圣人碰着他 也没有办法 第六自然段 引用了朱熹的静的解释之后 接着以用现在的话 做进一步阐释 这些话使得名言浅显易懂 异于理解 注意听众的感受 使得演讲格外恳切动人 可以说先生既关注了特定人群 又关注了特定情境 看来梁先生还真是特别会讲道理呢 在议论性文章中 作者在文中引用的这些名言 就称为道理论句 道理论句是指 为了证明观点而引用的材料 包括经典性的著作和权威性的言论 如名人名言 自然科学的原理和定律等 通过刚才的分析 同学们是不是对道理论句的使用 有了这样的认识呢 扣合观点 丰富多元 体现作者风格修养 根据场合 对象 恰当选择 除道理论句外 先生 还用了什么 来规劝大学生们 要有业 敬业 乐业呢 对 还有用事例 请同学们说一说 文中都写了哪些事例 概括事例 我们一般用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 结果如何的方法 这些事例又分别来论证什么呢 同学们可以暂停视频 阅读思考 好 我们举其中的两例 来具体分析 先来看这一段 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 其性质都是可敬 当大总统是一件事 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 事的名称 从俗人眼里看来 有高下 事的性质 从学理上解剖起来 并没有高下 只要当大总统的人 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 才去当 实实在在 把总统 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 拉黄包车的人 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 才去拉 实实在在 把拉车 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 便是人生 合理的生活 作者举了 当大总统的人 实实在在 把当总统 当正经事来做 拉黄包车的人 实实在在 把拉车 当正经事来做 这两个事例 告诉我们 事并无高下 只要把事 当正经事去做 就是合理的生活 就是神圣的职业 论证的是 凡职业 都是可敬的 这一观点 再来看 作者是怎样 介绍事例的 唐朝有一位名僧 百丈禅师 他常常用两句格言 教训弟子 说道 一日不做事 一日不吃饭 他每日 除上堂说法之外 还要自己扫地 擦桌子 洗衣服 直到八十岁 日日如此 有一回 他的门生 想替他服务 把他本日 应做的工 悄悄的都做了 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 老是不客气 那一天 便绝对的 不肯吃饭 作者 没有介绍 百丈禅师 名称的由来 没有介绍 他的禅宗修行 简单罗列 他每日 所作之事之后 又用三言两语 介绍门生 替他做事 他不吃饭的例子 所举事例 是不是都是紧紧围绕他的格言 一日不做事 一日不吃饭 来展开的呢 从而 论证的就是 有业之必要 也就是 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 人人都要不断地劳作 这一观点 是不是既扣合观点 又简洁明了呀 好 最后 我们来看看 作者在文中 都举了哪些人的事例 百丈禅师 总统 拉车的 木匠 挑粪的 有什么发现呢 对 当总统的 挑粪的 是不是很典型啊 拉车的 当木匠的 是不是很贴近生活 这样 是不是更适合演讲 适合听众接受 有宁愿概括的 当总统的 拉车的 木匠 挑粪的 也有较为具体的 百丈禅师 真的是 既典型多元 又贴近听众啊 在议论性文章中 作者所使用的这些事例 就叫事实论据 事实论据 就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和概括 包括别人的事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等 这些事例 鲜明 可以有力的证明 作者的观点 通过刚才的分析 同学们 一定对 议论性文章中 事实论据的使用 也有了这样的认识吧 扣合观点 简明概括 典型多元 根据场合 对象 恰当选择 梁先生不愧为学富五车的大学者 在论述过程中 他旁征博引 运用大量的典型材料作为论据 有生活的事例 有典籍中的记载 有自己的实践经验 还有古人的明言景句等 援引上古 进取诸身 融合 如 道 佛 三家 这些丰富 精荡的材料的运用 是说理具体生动 深入透辟 极有说服力 那结合刚才我们的分析 我们可以对 议论性文章中 论据的使用 做如下归纳 在论据的使用中 要注意以下几点 扣合观点 多元典型 根据场合 对象 恰当选择 同学们 你能结合自己对论据使用特点的认识 找到一则证明本文观点的道理或事实论据吗 尝试用宁愿概括的语言将其写下来 同学们可以暂停视频 完成写作 好 请大家看一下我的学生完成的两个论据写作 论据一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袁荣平 为了实现水稻高产的梦想 克服了许多困难 文革中 用于试验的秧苗被人全部拔除 他没有放弃 在将野生稻与栽培稻做杂交试验时 稻谷没有明显的增产 他没有退缩 因为他心中一直有这个梦想 用杂交水稻为人类解决温饱 在刻苦奋斗中 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生活 是他最大的快乐 论据二 从古超豪到邓稼先 孙家栋 科学家们或埋头于复杂的数字演算 或跋涉在人际罕至的荒漠 或坚守在偏僻估计的实验室 虽有艰辛 但乐趣无穷 为了科技攻关 科学家们战胜了无数的挑战 攀登了无数的险峰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们享受着因不断畅想 发现 创造 超越 而带来的种种乐趣 这两个论据都是围绕 为什么要乐业 展开论述的 作者在原文中 从四个角度 阐释了为什么要乐业 大家可以暂停视频 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同学的论据 填写到第八段的哪个位置 最为恰当呢 好 论据一对于原爷爷事例的介绍 重在强调他所面临的困难 和面临困难时的不放弃 以及他坚持奋斗的原因 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生活 是他最大的快乐 所以 这个论据是用来证明 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 离不了奋斗 一步一步的奋斗前去 从刻苦中得快乐 快乐的分量加增 这一观点的 应该放在这里 论据二 概括列举 谷超豪 邓家仙 孙家栋 这些科学家的事例 一再表明 他们置身在各自的事业中 在其变化 进展的状态中 享受到了乐趣 是不是可以用来证明 凡一件职业 总有许多层类 曲折 它能深入其中 看它变化 进展的状态 最为亲切有味 这一观点 通过这个练习 你是不是对于如何 扣合观点 选择并使用论据 有了更具体的体会了呢 同学们 在梁先生心中 敬业是合理的生活 乐业是理想的生活 是啊 一个人将自己的工作 做到极致 自己也会随之充盈 而美丽起来 可后 请同学们阅读 最苦与最乐 用读敬业与乐业的方法 确定最苦与最乐的观点 并分析其论据使用的特点 进一步体会梁启超先生 议论性文章的魅力 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期见 一会议